这辆汽车长得还挺可爱的 正好能坐两个人 要设计一款汽车皮肤 本以为很简单的 但是它这个笔一接触 就开始便宜不好控制 不知道是不是卡了bug 所以我放弃了 简单加工一下吧 在上面写着和画画都不太行 就在上面涂点花纹吧 也不用太细致 好了 最终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两边有这种像火焰一样的东西 给这辆车起个名字 叫风火轮吧 还是比较贴切的 交给女老板 她评价说此设计象征的力量 也没错呀 好 她给了我们1000块钱作为工资 听说这个设计已经量产了 我们看看在哪 来了 确实与众不同 我的无敌风火轮设计 走了 虽然有点遗憾 好 来到了蓝色的小剧场 要我们帮她画一个剧场的背景板 第一幕在森林里 绿意样然神秘莫测 这个任务我们有经验啊 之前做过一次 这次我们把它画得更加油暗一点 就叫取静通幽处 就是各种程度的绿色混在一起 甚至连空气呢 都感觉像是绿色的 好的完工了 可以去交差了 她几乎能感觉到 数月扶过她玫瑰色的脸颊 听起来呢 还是挺有文化的 你不应该去做个剧场演员啊 应该当一个游吟诗人 第二幕是一个城堡 这次就简单的画一下吧 应该是偏欧洲的古堡风格 我看蓝色了这么久呢 其实一个观众都没有 等会还得我们自己去冒充观众给她捧场 所以说她的才华呢 用在当演员上呢 感觉不太行啊 两幅都搞定了 然后我们既当帮手给她切背景 又当观众来欣赏她的杰作 都是老掉牙的故事了 其实打败了城堡主人 占领了她的城堡 是时候搞点正式了 听说大家都不点赞 我承认大家身份很高 但是这次我画三幅画 都是动漫男角色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这招是一只形雷子呼吸 霹雳一闪 三刀六二一大千世界 第三幅是婚姻里面的用 那三幅画呢挂在屋里面是这种效果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不差钱啊 就随便卖了 先是右吧 房主老头开了四千七 那成交吧 我们不缺钱就是图一乐 房主老头一开始呢 就买了我们很多画 便宜就便宜吧 给王子看看 哎这是他不喜欢了 前面画了很多美女 他倒是挺喜欢的 看看衣服店老板怎么样 让他大受震撼 10048成交了 价格还不错 那等会呢 三一是不是也可以让他看一下价格 三一快使用雷子呼吸 给这个老板放个电 七千五 你等等啊 我让贵族姐姐看一看 他要是给的低呢 就让给你 五千啊 不太行 那我们回去吧 来老板 这是你的了 你看你给多少 八千一百五十六 还涨价了 行成交了 三五画一共外了多少钱啊 好 那么现在呢 兜里有九万 单靠画画游戏里就赚了九万啊